联通5G消息时商用 业内人士解答 凤凰网科技讯 11月8日消息 中国联通已在全国启动5G消息时商用 并开展5G消息体验招募活动 面向企业客户和个人用户提供免费的5G消息体验包 某位联通业内人士对凤凰网科技表示 据他理解 但具体情况还要以客服和市场的官方说法为准 5G消息一直被认为是5G时代的杀手级应用 相当于现在短信的升级版和微信一样能够发图片 视频消息 甚至能够买票 购物 中国联通此次推出的5G消息业务 不仅普通用户 还面向企业用户 支持个人与个人之间 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实时动态交互 据悉 中国联通5G消息具备四个特点 免下载 原生短信入口 交互服务 智能服务 自由沟通 赴媒体 全面支持图片 视频 定位制等 信息安全 基于实名认证 数据安全可靠